咿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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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ello Kids! I'm Uncle Wilson 松松哥哥 今天我想教大家串一個字 這個字是Body Parts的其中一種 Body Parts 我們上次穿過眼睛 還記不記得呢? 不記得沒關係 可以看回這條片 你就會知道眼睛怎樣穿的 好 今天我們就要穿另外一個 就是眼睛旁邊的耳朵 耳朵是什麼? Ear 沒錯 就是Ear 我們馬上來看看怎樣穿 好了 你們看到呢 圖片那裡已經有一隻耳朵 這一隻耳朵呢 跟Uncle Wilson 松松哥哥的耳朵 是很像的 首先 Ear 第一個英文字母就是 E Letter E 你會看到呢 耳朵其實有上面和下面 上面呢 就大一點 圓一點 下面就小一點 尖一點 所以呢 Letter E 就會從上面 大一點 圓一點 開始畫 就會畫在 這裏 OK 你看到呢 耳朵的紋理呢 都很像一個Letter E 所以我們記得 從耳朵上面開始 就是Letter E 好 跟著第二個英文字母 就是Letter A 是一個Letter A 那會畫在哪裏呢? 就是剛剛講到 下面比較細和尖的部分 那形式在這裏 那就會有一個Letter A OK 一個Letter A 那所以耳朵上部分 上半部分是E 下半部分呢 就是A 阿斌Uncle Wilson 就說了 Ear呢 是有三個英文字母的 但我們耳朵已經畫了 那還有一個英文字母是什麼呢? 有些女生呢 很喜歡戴耳環的 所以呢 他們會戴一個叫做 Ear Ring Ear Ring 嗯 那其實就是 最後的這個英文字母 我們把這隻耳朵 戴一個耳環 Ear Ring 先 那個其實就是Letter 就是Letter R 好 英文字母 E A R 三個集碼在一起 就是我們的耳朵 Ear 那讓我寫出來 第一個 耳朵上半部分 Letter E 然後耳朵下半部分 是一個Letter A 而最後 女生呢 都會喜歡戴一些耳環 Ear Ring 那所以呢 就是R Ear Ear 就是 Ear 喜歡Uncle Rusen 粗粗哥哥的小朋友 可以留言告訴我 你還想學些什麼英文字 Like 和Share 我這條影片 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1 3 1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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